晚婚在古代竟是犯罪 女子十四岁左右就出嫁了 男子为啥娶得这么急呢 十多岁的女子都还没发育完全 结婚后怀孕生子不会有影响吗 古代催促早婚 究竟是为了什么 今天牧鱼君带大家走进古代 看看嫁娶之道 放眼现代 如果十三四岁就嫁人了 会被人指指点点 但是放到古代呢 女子过了十五岁还没嫁人 会被扣上有罪之名 所以她们早早就嫁了人 三十多岁就能抱上孙子 她们的人生简直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很多女子不想那么早结婚 但作为女儿 她们没有自主权 准确来说呢 女子们是积极后出嫁 积极是十五岁 也没有比十三四岁晚多少 古代女子成婚的年纪 现在女子还在高中念书呢 这样一对比 实在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反观男子们 她们的二十岁被视为成年 比现代十八岁成年 还要晚上两年 男子成亲基本也是在成年以后 那她们的年纪会比女子大上不少 娶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女孩 到了园房的时候 难道不会尴尬吗 还真就不会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 也就习以为常了 对于好色的男子就更不存在了 他们还热衷娶年轻女子 古代男子喜欢娶年轻女子 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 古代女子的寿命不长 商周时期的女子 平均寿命只有十八 随着时间的发展 到了唐朝时期 女子平均寿命也才提到二十七岁 宋朝经济发达 女子的平均寿命才三十岁 到了近代呢 女子的平均寿命三十五岁 总的来看 女子的寿命在整个古代 都是不怎么高的 有长寿的但非常的少 女子寿命不长 男子不早点娶回家 传宗接代都成问题 除了女子的寿命 古代新生儿死亡率高 也是一个原因 死亡率高是因为古代医疗落后 女子怀孕后是个什么情况 往往都是不清楚的 什么畸形儿或是公外孕 类似这样的情况 都有可能导致女子和孩子死亡 就算女子生下了孩子 还会发生很多意外情况 比如大出血 这在古代根本救不回来 女子拼了命生下的孩子 也有可能早早夭折 很多孩子抵抗力差 活不了几天 皇嗣都是这样 夭折的皇子公主不在少数 更何况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娶年轻的女子 也是为了生育率 年轻女子身体好 生出的孩子抵抗力更强 女子年轻的话 生完孩子后恢复的比较快 孩子可以一个接一个的生 婆婆是最满意的 这对男子来说是件好事 但对女子来说就很不利了 女子十三四岁嫁人 有哪些坏处呢 她们十多岁的年纪 身体正在发育 身体还没有发育 完全就要生子了 对她们的身体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发育的过程中需要营养 如果在这个时候怀孩子 会消耗女子 很容易造成一时两命的情况 既然女子早婚 有如此多的危害 为什么不晚一点嫁人 虽然古代大多数女子都嫁得很早 但不完全是 在周朝时期 女子成亲的年龄是二十岁 这个年龄还是很合适的 但是往后发展 女子结婚的年纪逐渐提前 特别是春秋时期 因为战乱多 死的人也多 为了增加人口 开始强制女子早婚 将年龄提早到十五岁 再往后发展 女子十四岁就要结婚 还有更加夸张的 女子不管多少岁 只要身高达到了一米三 就要嫁人了 女子十三四岁嫁人 是汉朝出现的 汉朝为了恢复人口 强制女子嫁人 往后发展 还以为随着思想的进步 女子结婚年龄会增加 却不知 年龄还越来越小 宋朝直接规定为了十三岁 到了明朝呢 也就增加了一岁 因为很多朝代都规定十三四岁 所以才有了古代女子十三四就嫁人的说法 各朝各代 规定是有 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也可以不那么早结婚 但是呢 在一些朝代会受到处罚 超过十八岁还没结婚的 会连累到父亲和母亲 父母被扣上教女不言的罪名 汉朝有一个规定 要是女子到了嫁人的年纪没嫁的 要交单身税 而且数额不小 一年五十多两 这可是普通人家小半年的口粮 为了不出这个钱呢 就算家中女儿不愿嫁 父母也会往死里逼 这都不算什么 西晋时期 女子不嫁人的官府就会出动 为其责任嫁了 但是个什么人 那就由不得你了 可能是个流浪汉 也有可能是个缺胳膊少腿的 还有可能是个老头 负责的官员 不管你嫁的如何 他们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也导致女子 不得不早早的选择人嫁了 有些朝代啊 就连寡妇都要管 死了丈夫的女子 已经是嫁过人的 但是为了提高生育率 规定寡妇还要再嫁 古代把结婚年龄定的那么低 也不是说到了年龄才能嫁人 如果想早嫁人的 孩子一出生就能将其嫁出去 这也叫童养息 统治者怕的是你不结婚 不怕你结婚过于早 因为这些规定 使得女子不得不早嫁 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 没有什么话语权 像武则天和吕后这样的女人 是少之又少 她们都是有大智慧的女子 古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苦命的女子 因为她们思想闭塞 不敢冲破枷锁 武则天和吕后在早期 也是这样的女子 后面她们有了权利 才能做她们自己想做之事 而古代的统治者 要规定女子成亲的年龄 是因为她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人口 一个朝代要想走得长远 那一定要有人 这样边防才能稳固 经济才能发展 皇室中人都是三妻四妾 皇帝的后宫更是家力三千 他们不仅是为了皇位的传承 更是给天下人做表率 这样呢 百姓也就无话可说了 有些皇帝白发苍苍了 还在那年轻妃子 中间的年龄差 不知道有多少轮 皇室中这样的现象很多 民间自然也是有的 八十岁的老者 娶十五岁的女子 还为其生死 这种现象 在男人当权的古代 看似都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上了年纪的女子 嫁了一个年轻的男子 在古代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因为他们觉得 女子就该任人摆布 老妻少夫 那是有为天道的 所以说 古代男女是不平等的 凭什么男子就能多去 女子就不能嫁了再嫁呢 古代女子只要丈夫没死 就要一直守着 有些丈夫死了 也要守寡到死 往后不能再嫁 战争也是让女子早嫁的原因 打仗太过贫乏 死的人就会变多 战国时期 秦军对抗赵军 最后赵军战死四十多万 损失了这么多人 赵国很难东山再起 不可抗的自然因素 也会造成人口锐减 比如天汗和洪涝 还有瘟疫的爆发 这些都是造成人口骤减的原因 人口减少了 就要想办法恢复人口 任务就到女子身上了 所以 古代女子一生就是一窝 只要能生 那就使劲生 养不起就过得穷点 家中男孩长大后 又被朝廷收入军队 上场对抗敌人 就这样循环往复 女子成了生育的工具 人口增多 同志着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增加朝廷财政收入 朝廷有钱了 才能进行基础建设 皇帝也更能享受些 古代生产力本就低下 有地如果没人中 那就是损失 有了人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唐朝能有鼎盛时期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人口多 唐朝人口最多是有八千多万 有人 一个朝代才有无限的可能 但是这一切 女子承担了太多 她们还没有好好享受青春年华 就脱家带口 有些女子更是被孩子拖累死了 草草地结束了一生 此前对人世间没有丝毫留恋 那活这一遭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如今才会如此注重女权 谁不想精彩地活一次 晚婚不是罪 结不结婚 都是自由